大家好,我是Stan 人红是废多 很多人都这么说 当一个人出现很多造谣 很多黑粉酸民的话 就表示你很红了 而在爱豆圈最典型的造谣就是 对内不和谁霸凌谁 而最近人气非常高的女团ESPA 也终于发生了对内不和的传闻后 被打脸了 ESPA在今年6月份直播的时候 因为这个直播片段 而有黑粉们开始造谣 Karina与集结的关系不好 他们两个人在斗气 黑粉们主张 Karina故意把集结的头发拨到后面 然后集结连看都不看一眼 重新把头发拨到前面了 这是女人之间在斗气 两个人关系一定不好 大家也知道 因为黑粉们一般都没有个朋友 没有人碰他们的头发 他们怎么能知道 是关系非常好的时候 才会碰对方的头发呢 总之当时很多跟风的人 就一起造谣了ESPA对内不和的谣言 然后在前几天 ESPA出演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 在播放广告的时间 集结帮Karina整理了一下头发后 突然好像是想到什么 对Karina说了一些话后 两个人就开始爆笑 之后就一直反复这个对内不和的互动 很多网友们都猜测 两个人应该是想到那个不和动突 所以是在愉快的对应 对内不和的谣言 超愉快 KK ESPA愉快你们 KKK 仿佛能听到 Garara的声音 好可爱 KK Garara是笑的像声词 那是集结头发挡住麦克风了 所以Karina帮忙整理的 结果因为麦克在另一边 所以集结才重新整理头发了 什么斗气 看来ESPA确实是火了 那个 最近的爱豆们 从例行生开始就会培训 任何舞台 任何节目 各个角度都会被直拍 范拍的训练 所以本身就习惯了 几乎没有死角 所以今天就是真的想欺负队友 也不会笨到在镜头面前做的 总结一下就是 有时间的话 与其去寻找自己不喜欢的团体 有没有黑料 还不如去多刷一下 自家爱豆的MV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能小看追星的人的理由 一位网友上传了这样的贴文 就业担当教授说了这样的名言 不可以小看喜欢爱豆的人 几乎没有为了买专辑 别像父母钱要钱的人 自己省吃减用 为了别人花钱 你们以为很简单吗 学外语 拍照 剪辑影片 为了追星还会努力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对对 小学的时候攒您用钱 高中时候打工 现在用薪水来追星 因为追日本的爱豆 为了想要亲眼见他们 就学了日语 还去留学了一年回来 之后在日本公司工作了 如果不是追星 就不会学的语言 现在用那个来赚钱过生活 因为要追星的费用 让我坚持工作 是爱豆让我努力生活的 我因为追星 现在在营销部门工作 对呀 追星是需要很多热情跟努力的 除了那些放弃现实生活的私生 跟过度投入的人之外 一般都是努力工作 很稳定的追星 对 这是最重要的 之前在Kpop Q&A的时候也说过 我在学生时期也是追星追的 把艺人的名字 当成自己的名字在用 但是追星没有妨碍我的学业 到了考试之后 为了不提供父母亲借口 所以就更努力的用功 让他们对我的追星雷化说 当然不只是追星 不管你现在是沉迷于什么东西 只要不是为了那个东西 放弃现实生活的话 你跟那个热情 以后一定会帮到你的 所以我们一起健康的追星吧 这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